大家好,又是我裝備L 今天客人剛剛收放的單位 收拾一收間屋,換過衣櫃自用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就要拆除入場櫃 我是重新做過一個,因為款式太老套 另外這邊也是拆除入場櫃 最主要是做一個衣帽間給女主人扮靚 到客房這邊,客人想做一張隱藏的床 收藏在櫃裡面 事不宜遲,開工! 衣帽間這邊拆得七七八八 我們轉場去主人房那邊拆櫃 來啦! 好,櫃都拆掉了 地下也做了保護 櫃可以下來了 其實現在絕大部分的衣櫃和廚櫃 全部都會在廠裡做好了 沒有人在現場鬥木了 在廠裡做的好處是 可以先試裝了一次 裝了沒問題 只不過拆開件寄下來 在香港做裝陷就完成 避免做錯了不適合尺寸的情況出現 來到香港只需要做裝陷和收口就完成 相對的工序比較少 而需要的人才也不需要太多 傢伙漂亮不漂亮 一般都會取決它們用什麼板 而板方面一般都分開三大類別 我們最常見到的是有甲板 分大心、細心、中心、木心板 價錢會相對較貴 但質量會比較好 另外一種最常見的是 纖維板 也叫環保板 馬加斯比較便宜的系列 都是用這一種板 當然它們也有價錢和品質相對較好的產品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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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然後雙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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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的確是可以用駕板 當然要有多一點錢,用駕板耐用一點都是一個優勢 說了這麼久,又是時間帶大家看看成果 這個就是我,你會站在上的地方 那我會站在香港的地方 你好,你好,吧 在靠近的地方,可以讓我到達到 這個地方,可以讓我看到 佛地區的上市 我想這裡的報告,可以讓我變成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下一條影片 是講同一個單位安裝石索板 都是那句有問題儘管問 會答一定答 多謝收看